首先我相信大家最最關心的問題就是 前幾天聽說你的轉張專輯整個露出來 在網路上面 那在這邊其實唱片公司也要 民體大揭曉跟大家好好地講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企劃案 因為他的新歌叫做全世界都 全世界朋友都讓我失望 唱片公司特別請到了廣告公司來問這首歌去發想點子 對對對就是他們的idea 然後其實當時我那個時候我的我的email真的是被拍到了 對對對剛好那幾天被拍到 然後這件事情又發生 對但是但是歌曲的這個網站 其實已經也有很多歌迷也很好奇 就說為什麼朱莉亞自己也會提出這個網站呢 其實這個是唱片公司的特別請到廣告公司 來為他這首歌曲設計的一個網路互動體驗 其實因為這個歌曲講的就是令人失望的朋友 但是其實又是無心 或者是說我們在網際網路世界裡面常常會犯的一些小小的錯誤 所以呢 唱片公司做了一個這樣子的互動的網站 但是呢這個互動網站公布了之後呢 沒想到嚇到了很多朱莉亞的朋友 對對對很多人造型師還密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 然後隔天還看到Ocean早上在Instagram message我 他就說到底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你的整張專輯在外面 然後後來他知道是 是一個體驗 所以高爾瑄也有特別來關心一下 對對對他還說他是有點雞婆 聽說他是一早好像是有個語音留言給你 語音然後剛早早晃剛睡醒的聲音 一聽出來就是沒睡醒 沒錯可是嚇到了 對對對 還想說 朱莉亞不行這件事情一定要告訴你 對對對 馬上就通知我 所以其實呢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呢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這個設計 但是呢其實那上面的音檔啊 所有的這些音樂因為是十首歌曲 而且十首都是真的有歌曲 對對對 那到底這十首歌曲是什麼呢 因為本來我們是想說 要不要放那個白噪音 對對對就是只要滋 對對對滋滋的聲音就可以了 但是我跟製作人有討論說 那還不如趁這個機會給粉絲們一個小小的禮物 裡面都是從來沒有發表過的歌 然後也沒有master過的歌 沒錯 我的麥克風沒有了 但是我可以直接講 哈哈哈哈 好的 所以呢其實呢 那裡面呢 都算是朱莉亞這一次新專輯裡面 沒有收錄的 對 對 都還沒有放進去 因為太多歌了 當時 所以其實呢 雖然呢 這些歌迷啊 有些人呢 就是做了壞朋友 然後呢 他們下載了 他們去聽了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外露的音樂 但是其實呢 這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們其實聽到了 朱莉亞在專輯裡面 全經努力 但是並沒有放進專輯裡面的demo 對 所以呢 其實呢 從一個 從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遊戲裡面 變成了現在是可以給這些歌迷的一個小小的禮物 對 然後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大家都在那裡留言說 我們絕對不會聽 因為我們一定要等到12月20號聽你的好的專輯出來 然後結果我們要點開那個連接 對 然後我們也想試試下載 對 然後整個下載不了 因為他那個下載都爆掉 因為呢 我們掛在一個Google的一個 這個那個 檔案的Google Drive上面 那Google Drive是有這個1000人限制的 當然1000人呢已經下載完了之後呢 他就會想跟他鎖起來 過一陣子才會打開 對 好的 那其實呢 吳卓源呢 這一次呢 剛剛我們講過了 這個歌曲外流呢 是一個 歌曲外流呢 是一個設計好的一個活動 但是呢 你的網站 也就是你的YouTube的網站 是真的被害了 對 因為我就是突然有一天晚上 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有人在某一個區 要想要試圖的sign in 然後你就說 你就收到一個警告 對對對 就說 有人在某某區 想要登入你的email帳號 聽說這件事情啊 他報告公司之後 讓公司所有的工程師們都動起來了 半夜這樣 聽說Julia有難 所以呢 工程師們通通都動起來了 半夜就來幫他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確認的時候 真的是有駭客 是有駭客 因為他把我的那個電話號碼 就是有時候你可以收到那個簡訊 沒錯 這叫做雙重認證的電話號碼 對 被改了嗎 都改了 這是我的手機號碼 Oh my god OK 所以是真的被害了 真的 這件事情有讓你嚇到了嗎 有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 Sing Sings 第二支MV剛上架 然後那時候成績還不錯 一直在往上成長 然後突然我想說 有人要陷害我嗎 什麼意思 我靈力 心中很坎坷 第一次見到駭客的威力 對對對 所以呢 這件事情有讓你 因為你有嚇到的話 你有做些什麼防御性的動作嗎 我就馬上跟公司講 然後公司就建議我去拜拜一下 因為我從小沒有這個習慣 是的 對 然後也很小的家人會帶我去拜拜 因為澳洲有點困難找到可以拜拜的地方 正常我們這樣子的話 都是應該要去收金 啊 對對對 啊 所以你去了行天空收金 對 我收金了 第一次的體驗 所以呢 沒想到呢 駭客呢 帶給Julia的第一次額外的體驗 就是他在台灣 特別去拜拜跟收金的體驗 他們今天呢 這個為了要呢 讓大家呢 更加的平安呢 所以我們請到了 Julia的經濟公司 那就是華風數位公司的總經理 陶藝群先生 來送上超大的平安符 這真的是行天空的平安符哦 啊 送上這個平安符 感謝超爾 讓 超爾笑一個嗎 對啊 啊 你可以夢得要走了 謝謝 超爾好嚴肅哦 真的是笑一個 哦 得到了一個 啊 這就是行天空的平安符 對不對 我們讓Julia跟平安符 一起照個相好不好 啊 請Julia拿起 令人平安 令他心安的平安符 啊 也謝謝恩主公 保佑Julia呢 這一次呢 能夠呢 發片非常的順利 啊 能夠 厄運退散 派客呢 說拜拜 對 Julia 來 請Julia轉一下啊 啊 得到了一個平安符 其實呢 也是呢 在這邊呢 保佑大家 12月的Julia發片期間 多多平安順利 這個平安符 我們大概有放大了快 90倍吧 因為平安符 是一個小小的 放在身邊的那個符 謝謝 嗯 不過我們現在發現 他可能會是一個 非常fashion的 提袋 手在這邊 對 Julia人轉一下左手 人轉一下 對 希望呢 對啊 這邊補一張 中間補一張 這張專輯呢 其實呢 有很大的特色 因為呢 他不但是請外國的這個 設計師 設計封面 而且整張專輯是 葛萊美的混音師來混音 用了非常多的國外樂手 一起參加 然後呢 來談談看呢 這一張專輯製作 Julia其實以前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跟很多帥氣的男歌手合唱 但是呢 這一次呢 出這個第三張的自己的專輯 錄製的中間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就是製作人老師 我一般就坐在他旁邊錄歌嘛 然後 然後 我在錄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被一些群組裡面的一些訊息打亂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好好錄音 然後錄一下然後就停一下 錄一下停一下 因為他一直在check他的手機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講的是 我們講的是我們熟悉的製作人 Terry老師 Terry老師 所以呢 其實Julia要報一下Terry老師的料 對 所以所有的專輯呢 其實呢 錄音就是Vocal的這個演唱的部分 其實是在Terry老師的錄音室裡面 對 他有個home studio 有個家裡的一個studio 然後我就坐在他旁邊 或者是我在蹲著他旁邊 然後比較舒服的方式 蹲著錄音啊 對啊 就已經就是已經 我有看過人家脫光腳錄音啊 那一定要 有人是不喜歡穿很多衣服錄音啊 那你是蹲著嗎 蹲著是因為他實在是一直在弄手機 我有點不耐煩了 所以就是一直在那裡坐著就覺得屁股痛 所以想說他還是蹲一下好了 還是照樣還是可以弄就可以了 Terry老師其實是一個怎麼講啊 非常非常忙碌的人啊 他很忙碌 他很忙碌 但是竟然可以在這麼忙碌的狀況之下 一面打手機一面回簡訊 然後一面把這張專輯做完 很厲害了 我覺得 喔 他跟你如墨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對 對 所以這張專輯呢 雖然呢 Terry老師可以說是耗盡心血 但是他耗盡心血的過程呢 其實也打了很多手機跟簡訊 是 所以這可以說是一張非常高科技的專輯 所以 那這個 Julian的這張專輯呢 是20號 會正式的發表 對 然後呢 這個星期五呢 是發表剛剛來打的這首歌曲 叫做 全世界的朋友 都讓我失望 所以呢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把時間開放給所有的媒體朋友